一般來講 我們會首位的腦力退化 跟我們的生活習慣 當然是息息相關 另外跟我們的飲食習慣 飲食有差嗎 也是有關係喔 吃什麼有差嗎 對 我們要好好的來檢驗一下 靜妹妹一般來講 在我們生活中 有哪些東西妳吃錯了 這些東西吃錯了以後 會影響妳的腦力的退化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飲食方面有哪些地雷區呢 會讓我們的腦細胞死光光 首先第一個搭配組合就是 菠蘿麵包加上蔬果汁 走 我最愛的 魚 蘇菱 少廷最愛 麻辣 我我我我 我怎麼可能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好了 有現場誰是最喜歡吃菠蘿麵包 我我我 艾比喜歡菠蘿麵包加蔬果汁 菠蘿麵包蛋塔 或什麼肉鬆啊 奶酥 我都很愛 而且我每天早上吃 小夜吃耶 哇 可是菠蘿麵包 我感覺配上蔬果汁應該很健康 對 很健康 對啊 蔬果耶 沒錯 而且剛剛AVI的表現這麼好 我絕對相信菠蘿麵包加蔬果汁還好 對 菠蘿麵包加蔬果汁吃了可能會胖 我們可能相信 是 那怎麼會讓腦細胞死光光 有一點太跳碰了吧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菠蘿麵包和蔬果 它都是屬於糖分的食物 對 包括剛剛AVI講的蛋塔 或者是一些奶酥啊 喔 熱量超高的 對 其實像國際精神科學期刊 它就有針對精緻糖分 跟神經傳導的一些作用做過研究 是 就他們蒐集了100多個 大概平均年齡大概是介於 快要退休63歲左右的一個對象 但是這些對象它是沒有糖尿病的人喔 就發現如果它吃過多的這些精緻糖類 對於它的一個血糖會 不穩定 些微的一個上升 然後進而會影響到它那個記憶力的一個維持 是喔 所以其實這邊應該是說不是只有菠蘿麵包 跟蔬果汁啊 其實一般我們想到的蛋糕 糖分太高的 對 餅乾或者是含糖飲料 我們在臨床上也有發現 比如說遇到一些失智的一個老人 其實你會跟家屬討論說 他的一些 因為失智老人最常遇到就是 他可能吃過東西 忘記了 他可能以後我沒吃過 所以我們就會 進一步跟他詢問說 他品嘗的飲食是怎麼樣 其實你一問之下 就發現大部分有這些失智症狀的人 都是喜歡吃甜食的 那這個地理區實在太大了 那如果喜歡吃馬卡龍更慘了 馬卡龍那麼甜 對 對不對 長分太多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魚 我很會吃魚 怎麼一個會法 就給我可以把它吃的 就像那個漫畫裡面一樣 骨頭還是一條 對 骨頭這樣一個一個 都還完整的喔 這樣 所以你最喜歡吃哪一類的魚 我最愛鮭魚 最愛鮭魚 鮭魚種 像是吃那個生魚片 鮭魚什麼 鮭魚種 為什麼 鮭魚很好吃 鮭魚肚 鮭魚肚 很好吃 沒有 你要這樣吃嗎 我平常吃那個 有 吃壽司的生魚片 我一定可以吃的三五湯 就是純鮭魚 純鮭魚 好好吃喔 愛到這樣 那鮭魚呢 鮭魚也吃 但最愛的是鮭魚 好 我們來告訴他 魚到底怎麼了 鮭魚怎麼了 請問一下羅醫師喔 真的 鮭魚不是會變聰明嗎 怎麼會吃魚 然後是變笨 深海裡面喔 這些屬於深海魚啊 它都是屬於食物鏈的上端 所以它吃到很多 這跟鞭有關的重金屬 對 這個是今年熔種這幾天發表的喔 就是說他們發現 有一個41歲的婦人啊 對 她的這個血鞭 血液中的鞭濃度 是正常人的50倍 這麼多喔 那正常我們一般來 我們血液裡面的鞭 大概就是5到10 TPB 那男生有發表過 就是說吃很多深海魚 而且經過這種 血鞭濃度很高的 造成我們的血鞭濃度高的 發現呢 它會造成不孕跟手會抖 有些神經的症狀 最近有一個叫江守山醫師 他說他的一個患者 57歲啊 每天要吃兩片的這個 鯊魚燒 鯊魚燒 對 好好吃喔 對啊小吃一定要吃的 兩片一定很大喔 這應該是大片的 對 他吃了沒多久啊 這樣子長期下來 他的血鞭濃度也是好幾十倍 可是他也太愛吃了 兩天就要吃一次喔 對啊 所以說他已經忘記他太太叫什麼名字了 好 所以一般深海魚的話 我們就鼓勵喔 這個目前的醫師建議的 就是說一個禮拜吃一次 那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鯊魚片喔 兩片就超過十天的拱量了 兩片 兩片 一個禮拜 每次去年還吃三盤耶 對啊 一盤都有七片 請問一下營養師喔 這個魚因為既然是吃了會變聰明 那現在又說會變笨 那怎麼吃才是正確的吃法 基本上除了第一點就是食物的一個 就是種類你多元化 第二個就是盡量部位很重要 像剛剛少廷講的說 整隻魚吃的只剩下滾頭這樣 對 其實一般會在重金屬含量比較高的部分 像是 這種脂肪比較 魚皮 這種脂肪比較高的地方 都是屬於重金屬含量比較多的 所以其實魚要避免 對 盡量要避免 不是膠原蛋白呢 至於說頻率的部分 當然剛剛羅醫師有講到說 比較大型的重金屬含量比較高的 一個禮拜可能最多一次 而一般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不只魚是蛋白質來源嘛 其實肉啊 雞蛋啊 豆子品 都有 所以基本上如果以魚來講的話 一個禮拜大概吃二到三次 一次吃半個手掌 就我們自己的半個手掌 基本上這樣子是可以接受 那如果很愛吃撒西米的話 鮭魚 旗魚 鮪魚都必吃的 那這樣就是說一個禮拜吃的量 不要超過三四片是不是 如果以外面那樣子的尺寸來講 是的 好 最後一個麻辣鍋 麻辣鍋怎麼可以 鮭魚 應該是你的最愛吧 天氣一冷我已經 昨天也吃 今天也吃了 每天都吃了 今天吃中午就厲害了 中午就開始吃麻辣鍋 對 而且昨天吃無忌 今天中午是麻辣 那所以你 像你這樣子的話 你一個禮拜平均吃麻辣鍋的次數 兩次 一個禮拜只有兩次嗎 就是平均下兩次 那也很多耶 因為有的時候還要去吃薑母鴨 還有薑麻油雞 幾乎秋冬這些都是鍋類 那你有麻辣鍋必點的料嗎 麻辣鍋必點的料有 牛腸 豬腸牛肚 大腸頭 然後半筋半肉也要 然後那個溫體牛也要來 基本上大概是肉類全餐 兩個非常補耶 對 大部分都算現實 我覺得很安全啦 因為比魚看起來好多耶 不用忘了 我還不知道 你剛剛臉不愛吃魚 對啊 那來看一下 柯凡哥說不定會比較好 對 其實像羅伊斯 吃麻辣鍋也會讓 羅伊斯在笑了 你太顯了 而且我很確定 我的鍋底煤不是那種人造辣油 是炒出來的 是炒出來的 那我嘴巴很黏 好 所以羅伊斯你的微笑意思是 這強調就是說麻辣鍋 它本身是這種高油脂高熱量 高脂肪的 那就是說因為我們有研究說 一份麻辣鍋啊 大概就是十碗白飯 那2500大卡 那就是25湯匙的這個油 那你苗條你算沒 原來它是高油脂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可能柯凡它的這個 允許球量 它的容忍度是很高的 不過在這個 照他這樣吃羅伊斯他算瘦的 對啊 所以他很有壓力 他運動量大 我有運動 三體兩頭還後空翻 OK 你現在還翻得過去 你還翻得過去 今天落枕不要那樣 是沒有想像你表演啊 對啊 那這個我們提到一個 美國跟提告有關於之後說 美國南卡羅來大學 醫科大學他有提到說 吃這種高油脂的食物呢 對我們的腦細胞會有什麼影響呢 他就用這個16個月的大白鼠 來做實驗 老鼠 然後給它吃這種屬於高油脂的這個飼料 那大概有分兩組 一個叫做比較實驗組是12%的 高油脂的這個飼料 然後對照組就是2%就好了 差了六倍 那給它連續吃八個禮拜 結果發現呢 這種吃高油脂的熱量的這個老鼠呢 他就給它做游泳池 做給它讓它游泳 然後推到游泳池裡面 可是游泳池當中他給它特殊設計 中間有個休息平台 而且會畫指示來導引說 那邊是可以休息 比較不會溺斃的 對 結果發現呢這種吃高油脂的呢 他就是明顯的他的 他明明記得那邊有個休息平台 結果他就沒辦法撐住 他就一直游繼續游 他就忘記那邊有個休息平台 對他明顯是超過這個對照組的 所以他已經 對 記憶力減退了 對 那這個研究就很好玩 就是說 因為我發現我們這個屬於高油脂的東西 跟我們的細胞 腦細胞呢 就是會有一種叫做 這個屬於腦細胞沉澱 而且他會發現在顯微鏡下 會發現我們腦細胞有一些類澱粉的物質 就是我們腦細胞變性 萎縮壞死的意思 那請問一下營養師 一般我們一般人如果補充什麼樣的營養分 可以讓我們的腦筋更連光 基本上其實我們一再講人要吃粗食 現在的飲食都太精致 越粗越好 越塗造越好 對 所以其實對 不論是對心血管的一個預防粗食很好 對於我們腦力的一個維持 其實粗食也是非常重要 你看第一個麥片 麥片就是我們指的是原外麥片 因為其實不只麥片啊 像一些顴骨類的一些東西 它裡面的維生素B1 跟葉酸還有菸鹼酸這些微量的元素 都是我們腦部需要的營養素 所以其實它不只是對心血管好 它對我們腦部的一個記憶力的維持 或小朋友的學習能力 專注力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而第二個呢 菠菜 菠菜是所謂的蔬菜之王 而且現在也是冬天 菠菜是最盛產的一個季節 而菠菜呢 其實它裡面的維生素C 還有維生素β乳酷素跟維生素E 含量都很高 而其實科學家已經發現 其實我們會很多民眾會得到阿滋海默症 主要就是因為體內過量的自由基 破壞我們腦部細胞 所以我們吃大量這種蔬菜 它具有抗氧化的一個效果 當然對於我們腦部的一個 預防這些疾病有很好的一個功能 而第三個堅果 相信大家都知道堅果很好 所以心血管很好之外 它裡面一樣有一些維生素E 跟礦物質C 那當然對於抗氧化 也有一定的幫助之外 天天吃 那很高 不能吃太多 它也是屬於油脂 所以量還是不能夠 你怎麼那麼喜歡吃油 我下次吃麻糊 我燙鍋菜 OK 人家很吸油耶 對啊 更怕 其實然後除了堅果 對於我們抗氧化之外 它裡面有一個礦物質叫做棚 一個石再一個棚有的棚 它對於我們的一個 穩定我們腦部的一個電流 有一定的功效 所以當然對於記憶力的一個穩定 可是也都是不能過量吧 對 堅果不能過量 因為基本上其實 像憲哥講八顆其實 因為堅果的種類太多種了 有芝麻 有多種 很簡單就是 它的量就是一天 我們吃的量就是 白色的外面的白色塑膠湯匙 那種麵片都會有的 兩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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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堅果類還是不能吃太多 對 看DVD剋掉三分之一盒 就Costco買的那一種 三分之一盒 對 克帆講到這個 因為之前有 我們在臨床有遇過 就是跟克帆一樣 就是也是Costco買的那種花生 他一口氣就剋了大概 沒有那麼多 大概五分之一頭 就進來醫院 獨家補腦料理 張克帆瞬間恢復記憶 就直接把這個下去炸 炸 炸的 其實這樣炸很快 會很快 煎啊 煎一下 好香喔 我想起剛剛那個是 6780 6987 前面還有一個呢 3 2 2 2 很有效耶 馬上去 要你馬上去的 對